各位好朋友 各位同學 大家早 我是Stan 電腦老師 那今天早上我們 準備要去上課 利用上去教室這個高速公路 我先把收音機關掉 利用上課之前三四十分鐘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一些教學心得 第二個就是接下去我想 上課的一些計畫 那當然對於要來參加上課的同學 如果有機會看到這個影片的話 也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們可以就是 知道老師要講什麼 就是老師有一個開場白 但是根據我這麼多年教書經驗 我們一般排課兩個小時 然後中間扣掉一些零碎時間 可能真正我能夠教的大概只有一個多小時 那一個多小時 把一些複雜的管理要把它講清楚 不太容易 所以必須要做一些背景的說明 這背景說明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先把一些背景說明 在這個開車的路程上 時間上可以參加利用 反正一面開車也沒有其他事做 目前高速公路大賽車 我們剛剛講到現在要來這個 跟大家來稍微聊一聊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上課的一個計畫 我每次在上課之前都會想說 這個兩個小時學生需要學什麼 那我要怎麼教學生才可以獲得最大的一個學習的效果 也就是利用這個兩個小時短短的時間 可以充分發揮 那這樣子學生來教室上課的話 兩個小時就不會沒有什麼收穫 或是時間浪費掉了 我們現在這個班 各位大概如果有機會看我們後面 或者前面的影片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這班已經將近三十多個人 這個班三十多個人要交起來 其實是有點點困難 尤其是每一個人的想法 跟每一個需要 每一個人的背景都不太一樣 我們講的背景是 在使用手機或是電腦方面 我相信十個人裡面 絕對有十個不同的需要 跟十個不同的使用經驗 那我要在這個兩個小時 把這麼三十多個人不同的經驗抽在一起 然後都能夠讓他們學到他們想要的 這個其實挑戰蠻大的 因為時間有限 大家的需求又不一樣 背景又不一樣 來上課的目的可能也不近相同 不管怎麼樣 那我作為老師就必須要去做這個 做最大的一個時間的利用 然後讓學生能夠充分的學習 然後當然這是我的問題 所以我會每次思考一下 這個要怎麼來教學生 才能夠讓所有的學生都能學到東西 好我們來講一下 點一下我們上課的影片 實況錄影會在後面的片段 我們先來講 今天的上課構想 我們主要延續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講到什麼 Google Photos App 這個App就是我們在手機上常常要用到的 要用到的什麼 處理影像檔案的一個很好用的應用軟體 這個應用軟體處理很多 因為我們上禮拜講到檔案有 檔案管理有兩個問題 一個檔案的量越來越大 沒地方放 常常我們的手機的空間不夠用 那就要去刪照片 或是沒有辦法照相 如果你要照很多 那就會有問題 因為空間滿的時候 它就不讓你再照了 那如果要照呢 那就要想辦法 把以前的照片刪掉 或是去把照片放到別的地方 這樣子才騰出空間來 給手機繼續照相 這個跟我們以前用的Memory Card 硬碟其實是一樣的觀念 只是手機太方便了 所以很容易就滿了 像我每天都會用到手機來照相 這個是一定要的 好 那我們現在高速公路有點曬車 不過我們還是小心開車 然後再專心進去把我剛剛的問題 跟各位說一個說明 所以我們講到檔案管理上個禮拜 有講到兩個問題 就是說空間容量的限制 第二個咧 就是我們要管理檔案找的 檔案有一些屬性啊 還有一些特性 還有一些它附帶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我們平常都可能需要用到 那真的要找的時候就找不到 比如說我們想要找 曾經我們去哪邊玩過的 玩過的 什麼 一些回憶 那我們就可以去找以前舊照片 但是因為時間久遠 那你用時間查 用地方查都查不到 那用Google Photo就很容易找到 我今天要講一個叫做 用人是實地物 五種元素去找到我們要的照片 那當然英文是講5W 5個W一個H 那有些人翻譯叫做六核分析 六核 核是核必的核或是人可核 不是六核才的核 也不是六核夜市的核 好 六核分析 等一下 想要知道六核分析老師的講解 等一下看下面的 實況 教學實況錄影 就可以知道了 我們把鏡頭轉到前面好了 因為現在實在是散生山很嚴重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整個高速公路都堵住了 快也快不了 要專心開車 很多大貨車 好 我們繼續來講 這是我上課 等一下要講六核分析 那跟照片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第二問題 我們要管理照片的時候 常常保存下來的照片 需要去存取 尤其是取出來 在取的過程中 常常是找不到 找不到相關的照片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要用六核分析的方法去 好在google photo 就有幫我們內建了 內建了 就是分明別類的不同的歸類 那這些歸類 我們今天如果有時間會來做一個demo 讓大家知道它是多麼powerful 多麼有效率 多麼有利 多麼的好用 輕鬆又不費力 因為老師上課有講到 最好的管理就是什麼 就是不要去管理 當然這個句話是有一點俏皮 我們還是要知道 要用對工具 然後在這個google photo 你還是需要給它兩個元素 第一個 人名是什麼 你要指名照片裡面的人物 不來google photo 他不認得這些人物的名字 所以必須要給它 第二個 你必須要手動去告訴google photo 你喜愛的照片 所以你會去對它加注親號 就是favorite 這些favorite加上去以後 google photo就會把它標籤起來 那當然 依照google photo的聰明的智慧分析 他也會知道你常喜歡的類別 在以後自動產生的一些回憶錄的時候 他會挑比較相同屬類別的一些照片 把你做成相片機啊 或是電影啊 請注意喔 這些都自動生成不是你去做的 當然我們也可以手動去處理 我們現在準備下高速公路了 剛剛那一段就是打貨車太多了 塞車塞得很嚴重 而且車速非常快 我開車然後邊講話邊錄影 然後注意路況應該不是問題 但是我就怕各位在看影片的時候會心驚膽讚 為什麼 因為可以看到高速公路上的車子 車流 而且大貨車就在我旁邊 我這個小車旁邊呼嘯而過 所以我在講話的時候 雖然我可以專心講 但是我擔心各位沒有辦法專心聽 所以我先把剛剛那段影片先暫時略過 那我們在三到五分鐘就到了教室 我們很快來把剛剛還沒講完的 繼續跟各位做一個補充說明 就是我們在使用Google Photo的時候 他會自動的幫忙分門別類 根據不同的照片的性質 比如說他是在哪邊拍的 是拍什麼人 拍什麼物 拍什麼地點 拍什麼景象 甚至什麼時間拍的 他都會幫忙做分門別類 也就是說分別把它剪不同的屬性的項目 另外他會自動根據你照片的特性 自動去生成 就是產生一些比如說照片集啊 或是slideshow啊 就是幻彈片啊 還有電影等等 甚至對每一張照片他都會自動 透過AI的技術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技術 給你給你建議 就是說照片是不是可以稍微修 後製修圖一下 可以讓照片看起來更漂亮 好這些這個Google Photos 這個APP都可以提供自動的功能 我再講一下 我再強調一下 就不需要我們人類 就是使用者去手動去調整 他自動都可以調整 那我們人要做什麼 人就享受這科技的成果 你只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你要有一個手機 第二個手機可以上網 因為這所有我剛剛講自動產生的 所有的動作都在哪邊產生的 都在雲端的伺服主機 server上產生的 所以你沒有這個連上網 就沒辦法處理這些強大的功能 因為單靠你自己手上的一個 手機的裝置 那個device是不夠 不足以讓這些功能發揮出來 因為他要用到強大的運算功能 還有非常巨量的儲存空間 這些都是Google提供給我們的專業服務 更好一點是這些專業服務 都免急 都free 都不要錢 我只能再三強調都不要錢 世界上有這麼好的事嗎 當然有 就是我只要各位認真學 我就會告訴各位 小口大碗 免費用好的東西 就在我課堂上就會分享出來 這邊已經快到了教室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前沿部分 先講到這邊 等一下上課的時候 會再利用時間做實況教學的錄影 請各位看一下後面的影片 好 By the way 我的講義 上課的講義 也會放在我影片下方的連結 這個連結是連結到老師的教學網站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這個教學網站 直接參考我們上課的教學檔案 我這次檔案是用PDF產生 所以看起來各位應該是可以實際的可以用得到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分享先到這邊 做出版本 Unlike 現在 擁有 一個 重曲 那個 請 侯